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德国的高速公路实际体验一下德国高速公路的驾驶体验 首先呢 我们经过这个扎道准备进入高速公路 这里要注意一点啊 如果如何通过扎道进入高速公路 这个地方是实线 千万不要在这里并道往左拐 要不然你是全责 往前开一段看到虚线的时候才可以往左侧并道 而且要确认左后方盲区没有任何车辆干扰 再次观测左侧盲区以后呢 我们并入超车道超过这辆大卡车 并呢 与前方这辆银色的小车呢 保持安全的距离 这辆银色的小车开的速度并不慢啊 现在是130公里左右 我们与它保持安全的距离 因为左侧大卡车很多手 所以现在我们呢 维持在超车的这个车道上面 进行超车的动作 前方的这辆银色的小车呢 目前速度正在加速 目前已经到了150公里每小时 我们还是保持安全距离 它进行一个合理的安全距离的保持 右侧车道呢 目前还是有很多大卡车 我们还是继续使用左侧的超车的车道 目前车速已经达到了160公里每小时 看到前方银色的小车并没有减速的意图 它呢 还是正常在超车套上面进行超车的动作 因为前方还是有大卡车 我们在德国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看后视镜 包括左侧右侧和你头顶的后视镜 看正后方 这个时候前方的前方的银色小车呢 它让出了超车道 它已经打右转向灯进入右侧的正常行驶车道 为我方的车辆让出了一条超车道 所以我们记住在德国开车啊 不要长期占用左侧超车道 完成超车动作以后呢 要及时并入右侧的正常行驶车道 这样才能保证大家都可以畅通无阻 安全驾驶 感谢观看